哇塞,这是找到鲍鱼窝了 看,这鲍鱼,啊,你看,还冻的 怎么吸在一起啊,一串啊 而且这个鲍鱼好大 这里面这个,哇,看这个肉 这边还有一只,在这 看这个鲍鱼,这个肉,鲜活呀 它在冻的,你看到没有 这个鲍鱼这个肉,我的妈呀 什么情况,它哪爬出来这么多鲍鱼 而且鲍鱼还都不小呢 看,这下就是四只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啊 刚下来,发现这个石块下面 有一窝这个鲍鱼,咱先给它收了 翻翻看里面还有没有了 哇哇哇哇,什么情况 这是一只八爪鱼啊 它白了 我看,这就是八爪鱼的牙齿啊 这里还会咬人的 这个东西我被它咬出过鞋啊 好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八爪鱼的牙齿在哪里 哇,这八爪鱼的个头不是很大 还行吧,咱也给它带着 受了啊,这一窝海鲜正不少 等一下没有了吧 没有了 走,咱们再去找找别的 看我前面发现了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海胆 就在这个水上飘着,被浪打着浮动在这上面 不过这个刺啊,怎么都被浪打掉了啊 变成一个秃头了,哎呦,看 它这个牙齿在这,还会冻的 是个活的,只不过是它这个毛发一定不大好了 被浪打的吧 好可怜啊,回家做个海胆蒸带啊 再给它带着了 不要扎到我的八爪鱼啊 走 继续找一找 这个石棍中间是不是有花啊 刚浪打上来把这个水草打动 哇,看一看 这不是一只豹头啊 呀,豹头是小啊 哇,看,这好大 这好大的八爪鱼啊 哇,太酷了 这个大头腿,它吐水呢 这一只好沉啊 头也特别的大 再给它带了 上大货了 收 我走过来这边,发现这边有个排水口 这个排水口我一般没有怎么来过 咱们看一下吧 这里面也是个羊猪草 是不是刚放入水啊 这个,咱们不懂的朋友,不要往里走啊 万一突然放水的话,会把自己冲出去的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这两个石棍中间 我的天啊,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哇 哇哦 海参跟它吐水了 好大的一只啊,看它这个细盘 吸在这个石头上 哦,看 我的妈呀 海参好大好长啊 哇 哇,发现了一只大海参啊 哦,你看 机构上没有捡过这么大鸽头的呀 这里面还有没有了 进去看看 啊 进去看看,把这个放外面吧 拿着水就自己进去看看 哇,跟那小张一起探险嘛 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呀 别在这时候放水就行啊 都把我冲出去的 这里面 什么也没有 有大怪兽啊 往里越来越生,没什么东西啊 哇哦,发现了 这里好像是一只鲍鱼 吸附在这个管道上的 哎呦 还吸附在上面 哇 看,这鲍鱼不小 刚刚那些鲍鱼是不是这个排队可以冲出来的 可能是刚放完水 这前面又一只 哇,这个鲍鱼也吸在上面的 两只 鲍鱼还不小呢 我这里面就太深了 不敢进去了 我有点害怕 出来吧,咱出来吧 大哥,我找到了 这个排水口里面那个管道啊 太深了 我也不敢在里面往前走了 咱们出来看看吧 大大十块 还看不出来有什么 你留着大锅呢 哎呦 这什么情况 有一只翻着白眼的 哎,要走 活的还死的呀 这可能是放出来不大好的那种 没有什么生命 没有什么活力了 哎呀 感觉这个里面还带着大米 你看 这上面还有个大圆球呢 白色的啊 叶明珠 可能是产卵了 但是它已经差不多了 感觉 可能没有什么生命力了 咱给带回家吧 带着吧 半火 这个排水口下雨啊 刚刚也找了一找 没有什么货了啊 看咱们今天收获了大海生鲍鱼 还有霸爪鱼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喽 拜拜 看哦 这个石块底下 这是个什么呀 这个触须好长啊 哎呦 哦 是一只龙虾 看 龙虾好漂亮 尝尝的这个大触须 哦 我的天啊 弹了一下 是活的 哇 你这个腰部很不错呀 哦 特别会弹 你腰部很紧实啊 回家这个肉应该特别的好吃 看 个头不错啊 给它带着 发财了 刚下来就发现一个这么好的好东西 给它带着啊 快过来 发现这底下也有一只啊 在这个石块这边呢 这边也是 跟那只个头稍微小一点吧 尝尝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更漂亮 个头更大 这只稍微小一点 两只这种龙虾 不知道是潮水怎么把它们都打上来的 看 带着啊 放到桶里面先养着 这种个头不是很大 我们再去石头底下找一找 看还有没有别的呢 这块都好 看啊 这些有缝隙的 这些石块底下 哇 这底下也有货 看 这成了一只什么呀 哦 这是一只面包蟹 哇塞 发残了 今天都是大货 这面包蟹很浮啊 你看 一直在动哦 这个大钳子 里面得很肥吧 回家用油破一下 应该特别的好吃 这只特别的胖 是只母的 你看 看那个盖哦 是只母的 也不知道带不带籽 回家挣着吃 好大呀 很沉啊 带着啊 这底下有发现 看看看 一只小抱头 哇塞 盘在这个石块底下的 哟哟哟哟哟 抱这个 他们就喜欢抱石块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块能让你们 有安全感吗 你看这放下去 摔上来 一大鞋 这些石块 哦 它这个吸部力好强啊 感觉更电我似的 看这个帮长有点眼神啊 它一直在翻白眼似的 比个眼神你自己体会吧 出了啊 来吧 跟龙虾 和螃蟹在一块啊 哦 妈呀 这龙虾好凶啊 给你送来一个好伙伴 你跳什么 是不是兴奋呢 这个腰部真的很好 正好前面转一转 哇塞 你看我前面发现什么了 我的天啊 这得是多么长 多么肥的一只大美腿啊 看看看 哦 一只鲍掌鱼 盘在这的 别盘了 哎嘿 这只鲍头大 别盘了 来来来 我带着你吧 跟小张回家 吃香的喝辣的 哇 这只鲍头是大 腿也特别的长 身材特别的薄 来了 又上货了 哦 哦 这龙虾太兴奋了 哈哈 这些石块底下看看啊 哦 你看一盘小螃蟹跑了 还有一条小鱼 好多呀 你看 哎呀呀呀呀呀 我怕压着你 我不说这些啊 这些石块底下 翻翻看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 好几只鲍鱼啊 吸在一块的 哦呦 哦夹着我了 一直往里吸 这是一对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交配的 哇 三只大鲍鱼 看怎么样 这石块底下 我们都翻翻看啊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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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爬着一只 看 它这个肉 往下吸在这个石头上 让大家看一看 哎嘿 哇看 这个肉 好软啊 这只鲍鱼也行啊 带着 前面还有呢 你看 这一下也是好几只 哦 看这个鲍鱼也喜欢吸着 这些石块呢 哎嘿 它扒出来 这边 哇 都是吸在这些石头上 看看看 拽都拽不下来呀 哎呦我天呀 这又一个 都喜欢吸石块 三只 看 回家可以蒜笼 蒸个鲍鱼啊 还有大龙虾 今天真的是大锅 看 这边一只鲍鱼 哦呦 在这里 它这封信当中 可能是从哪个石块底下 钻出来的 哎呀 哦呦呦呦呦呦 它这个腿细 它有点脆嫩 哦ham 吸得我特别的麻麻 特别的就是 跟过电一样 不是个滋味啊 带着了啊 这些地方 翻翻看 看 看 这边也是一只鲍鱼 这些鲍鱼一只得卖七八块呢 今天收了好几只 今天收的这些真的是 全部都是海鲜大餐 你看看 这不得好几百啊 这像那种瑜伽乐或者海鲜饭店 这桌子得像不像的上千块钱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回家做海鲜大餐去 下期再见咯 拜拜